嗨,鹿姐来了 今天我要吃带馅的玉米 两盆面粉中分别加入酵母和泡打粉 加入菠菜汁和蒸好的南瓜泥 揉成面团盖盖醒发 醒好的面团揉匀排气 取一小块南瓜面改成这个样子 用压板压出横纹和竖纹 这个纹一定要压的深一些 然后密一些 压好后翻过来 包上自己喜欢吃的馅料 然后包成玉米的形状 再取一块菠菜面 压成这个样子分开 玉米上刷水 盖上菠菜叶 然后翻过来包上 再震过来调整一下形状 玉米就做好了 看看像不像 做好的玉米醒5分钟后 大火蒸15分钟 第一次做很成功 带下玉米 我是鹿姐 今天你学废了吗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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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吗